各位表迷你們好 每次有新的牌子跟大家介紹 我也特別開心 舊的牌子也是開心 新的牌子未跟大家聊過 當然是更著弱 這次的牌子是新的牌子 應該有八年左右 就叫 CLOCKERS 是法國的牌子 但就是瑞士製的手錶 法國牌子 瑞士製的手錶 而且真的很有換味 我們平常說玩錶 當然要多些東西玩才叫玩錶 這隻錶真的很好玩 不單像有些牌子轉過免色 就說好玩 不是的 真的好玩 因為我也玩過 現在不如開箱給大家看看 打開了 這裡原來有一張小卡 放在這裡 這裡有一張小卡 可以讓你安裝配件 因為一個錶頭 已經有兩條帶子 但如果大家加錢 可以更換其他東西 一會再說 總之就有一個 索帶的小卡 在這裡 這張卡其實是教你看時間 一看就知道 是轉盤式 最外圍這條圈 就是時 分 秒 現在的時間 就看著中間這個位置 紅線的位置 就是 10點 20分 30秒 總之中間這條線 一直下 就行了 聽起來很複雜 但如果大家玩過 轉盤式的手錶 其實都略知一二 說真的 錶關在這裡 時間 日力 當然沒有 巴士位置 也好像有鋪鋪 還是有鋪鋪 有鋪鋪 用來做甚麼 原來這個鋪鋪 巴士位置 一按下去 就可以在錶帶裡拆出來 即是可以快拆 還是超快拆 所以你有兩條錶帶 都非常方便 好 快點看看錶先 好了 這支錶就在這裡 錶頭 看看大概多大 這個錶頭是39mm 中間這條線 還有類似放大鏡 現在看到 同張卡都差不多時間 這個10點 其實 都是大概10點半 左右 很準確 有些難度 這支錶頭是39mm 其實有些大 44mm版本 看時間 就會更清晰 這支錶頭 其實這支錶頭是正在動的 這支錶頭是轉盤的 一格格 其實是用了瑞士的Ronda 機心 它寫著 Water Resistant Swiss May 沒有花無架 是瑞士制 這支錶頭是三時位置 標關 我調轉了 這支錶頭是時間 對 時分 這支錶頭是unlock 快拆 這支錶頭 你會看到 這麼有趣的 我給大家看看 其實按這個八時位置的Pusher 你看到 這個位置 它就縮了 下去 就可以很快 拆到 以及按到 上帶 拿著帶出來 給大家看看 先 這支錶頭 這支錶頭 就在這裏 很容易按到上去 放在這裏 進去 按一下 完成 這樣就放在錶帶上 還有一些 contrasting stitch 它是黑色的錶帶 有這個紅色的車線 配合 剛才這支錶頭 還沒有紅色的 它叫做Clocker Clockers 有個K字 大上7吋 這支錶頭 是39mm錶徑 所以不會太大 我剛才也說 有一個比較大的版本 稍後可以給大家看 但我選了小型的版本 為甚麼是這個版本 其實有白面 但我特地選擇黑面 和黃字 為甚麼 因為 我相信有些錶迷 都可能覺得 它的設計靈感 其實就是來自工具尺 間尺 我想是梁國氣 那類 其實這支錶 看起來 是令我想起一支 很高級的手錶 就是Brightling 的Never Timer 很著名 尤其是它Vintage 舊款 又是黑色面 還有很多密麻麻的數字 這支錶 其實 令我想起 Brightling 的Never Timer 但那支錶 當然很貴 這支 我覺得有少許的感覺 但便宜很多 而且 算我講一句 真的好玩很多 好 現在按這個按鈕 按這個八時位置的按鈕 非常方便 剛才不是說 送多一條帶 就是這裏 這條 就是啡色的 啡色的錶帶 亦是 走上去 這個位置 我直接不用看 感覺到 按下去 完成 現在 變成啡色的錶帶 我在鏡頭面前 大家都看到 非常容易操作 而且 很有趣的手錶 雖然是石英錶 但它是法國設計 瑞士製造 以及很多 完美的手錶 既然說得是從工具 赤裸靈感 當然是去文具店 原來真的有這麼多赤 可能沒有考試太久了 沒有考數太久了 都不知道 原來有這麼多赤 拿這個吧 什麼赤製造 也有 三角赤製造 兩角器 間赤製造 超划算 這些 小時候 學生的時候 應該都買過類似 拍錶給大家看 是否真的 果然是從這些赤裸靈感 還有這隻錶 其實它就叫做 Clock0860s 它就是從60年代 拿到一些創作靈感 所以你看到這隻錶 雖然它很創新的設計 轉盤式 但你亦都覺得 是有些 Vintage的味道 其實我現在去到店裡 看到另外的版本 這隻就是44mm版本 白面 又大一點 表面又白色 所以看時間 老實說 這隻可能更清晰 但我喜歡黑色的表面 小一點 Vintage 味重一點 而且好像這個 Never Timer 所以真的各一各 但上手給大家看看 44mm 是否大很多呢 是呀 大很多 但這隻就超多 沒有那麼復古 而且你看到它最棒 十二和零 都是深藍色一架 十二點的時候 在錶上面 整個深藍色 拍了兩隻 真是大隻 左手邊 44mm 右手邊 就是我這隻 39mm 各有各 總之都是會送多條帶 但看到盤上 好像不單是錶帶 還有其他東西在這裡 給你看看 拆了出來 錶帶 錶頭分開 看到盤上有其他東西 嘩 這是甚麼夾 它又可以組裝上去 嘗試一下 都寫著Clockers 如果大家有用 Money Clip 夾銀紙那些 真的很像 但我不知道它是否夾銀紙 其實你可以做書籤 看書的時候 放錶在前面 知道看了多久 可以當作 Bookmark 說真的 挺有用 而且我真的覺得可以夾錢 因為我自己的Money Clip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 但夾錢會不會刮花 這隻錶呢 真的不知道 但我覺得可以夾一下錢 不錯 付錢的時候 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嘩 除了你有錢之外 還有Taste 但無緣無故的Money Clip 在銀紙夾上 突然間有個標 真的有趣 這個Clip 要另外賣 另外賣 送兩條帶 順便展示一下 這個Liflet 給大家看看 介紹一下公司 大家有興趣 可以慢慢看看 總之法國設計 瑞士祭的手錶 以及 這個裝置 都是專利 拆帶 也是專利 還有 盤上 還有一個藍色的東西 是甚麼 好 先看看 可以打開 其實可以unfold 也是皮造的 也可以把這隻錶 裝上去 我明白了 變成像台中 試一試 很方便 總之很多東西玩 所以我真的覺得 換味 真的一流 這隻手錶 其實應該 不知道是手錶 還是台中 現在 成為一個台中 可以 你可以擺起它 像三角形 變成 你戴著一隻錶 回到辦公室 就可以 裝在皮革上 變成一個台中 你走的時候 拆出來 又裝在錶帶上 看書的時候 又可以裝在 書籤上 當作書籤 所以 很多東西玩 大家都看到 其實我拍的時候玩 未拍的時候 已經開始玩 所以 真的很棒 我不知道 將來會否再出一個更大的禮盒 不單有兩條錶帶 再加上 台中設計 再加上 整套送給人 說到最後 大家知道我在哪裡拍 其實我在 旺角加樂坊的Land Workshop 據我所知 都是Land Workshop 才有這個牌子 可能它剛剛引入這個牌子 說到價錢又怎樣 其實 大隻一點 44mm便較貴 39mm便宜 總之都有兩條錶帶 現在的價錢 都是三千多元 即是三千 小隻那些是三千五百多 大隻是三千九百多 總之都是三千多的 這個範圍內 我覺得 當然 都是那句 是小型錶 不過 就是瑞士製的手錶 而且真的很好玩 很有型格的 手錶 我真的很期待 遲些一個超大的禮盒裝 可能四千多元 包含所有東西 其實它不單止只有這兩款 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多款 有金項版本 然後有大有小 通常都是白面 黑面 比較少 所以顯得更特別 不過月時我覺得白色面 會比較清晰 總之 大家決定 三千五百多 或者三千九百多 這麼有換味 再加兩條帶給大家替換 其他 其他錶 和座檯中的擺設 就是另外的價錢 應該都是幾百元 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到Land Workshop 請問一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都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很大推動力 突然想起 好像星期一就是DSE文憑市考數學 如果考生帶著手錶入場 一定百戰百勝 所向無敵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